所有的法 全部都在延期 就是這樣 你沒有延期 就沒有理 你沒有延期 就沒有事 沒有事項 你沒有延期 就沒有所理事無礙 沒有延期 就沒有所謂事事無礙 對不對 事事無礙 延期跟延期體用 作用交叉 生命跟宇宙都是一樣 就像網路這樣子 都是交叉的 所以佛陀你說法 你就要用四項啊 看到花 就六度萬恨 莊嚴 國度嘛 自信本不可得嘛 但是看到花 就是這樣子 看到一棵樹 希望能夠成長 變成綠色的 把生命變成一個 有呼吸 人類有智慧 靈魂就會呼吸 知道吧 人類 靈魂如果沒有智慧 我們的靈魂就鎖死 就會鎖死 這一定有道理 所以我們寫火就在寫 從念心裡面解開 換句話說很簡單的把它三藏十二部 歸納一句話 性與不性 我知我見 越深 你的心靈中毒就越深 難以自拔 你不會幸福 就算你對 對得很執著也是痛苦 就算你對 我見得很深 也活得很痛苦 對不對 我強烈的感覺到 我是對的 別人就不對啊 這還是一樣 所以 真正的究竟意來講的話 破我直 破我見 心靈慢慢慢慢的提升 要碰到每一種事項 它都是一種修行 為什麼 每一種事項都是緣起啊 所以我就說 最近師父的開示是真的很棒 就是那種簡單 惡藥 但是又把那種生活的重點 全部都講出來了 也是佛法的重點 生命你要抓到重點啊 沒錯 對不對 要不然你活一輩子 你心靈沒有辦法開竅啊 是